四川電視台12月15日報導 有成都市民反映 在天賦二街的高山區大園小區 一個叫群宴廣場的地方 被改造成殯儀館或停屍間 幾個房間被裝修成萬獸廳 懷恩廳、復原廳等 上面掛著花圈 房間裡還有被人叩頭的墊 在一次地方 還擺放著一個插電的棺材 一位女居民向記者表示 停屍間旁邊一場之隔 就是我們的住家 你看這樣多可怕、多恐怖 以後外面睡死人 我們裡面就睡生人 是不是? 據居民所說 大園區有幾萬住戶 以前群宴廣場 就是給大家扮紅市、白市等用途的地方 但是在兩個月前 這裡被靜悄悄圍起上來改造 據民原本以為是修建陸地公園 沒有想到上星期拆了圍板之後 才發現這裡被改造成殯儀館或停屍間 由於輿論壓力 目前停屍間的一些設施和標誌已經被拆除 當地社區工作人員表示 這個智商地點已經放棄使用 之後會改成民喻體育活動場所 但是有居民向媒體表示 擔心他們會捲土重來 他們原本打算這個月下旬就營業 硬看著居民吵起上來 只好暫停幾天 拆除了一部分裝修 還有一個停屍的箱沒有運走 離群煙廣場幾十米遠的地方 有一棟兩層樓的建築 正在修建 一位居民說 我們擔心這裡也會變成停屍的地方